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真的好久好久没见到你了 一直只有在报纸电视看到你 一直参加极地超级马拉松的各种的经历 对不对 所以今天来跟大家算是叙叙旧 也说明一下你的梦想至上已经完成了多少了 目前的话参加世界七大洲八大战已经完成了七战 那最近一次是二月在加拿大完成的 七百公里育空特区的一个横月赛 2013年 对 七百公里 创下了亚洲第一个成功完赛 也是最年轻完赛的记录 所以过去亚洲有人去过吗 过去有香港跟日本 不过后来都气赛 是 因为环境太严苛了 就是可能身体状况 对 那最年轻是纸就是不限亚洲了 对 就不限亚洲 哇哦 你几岁 26 26岁的陈彦波 双子做B型 是 讲一下这次育空的这个 和前面的有什么不一样 这次育空跟前面比较不同的是 他是八战里面距离最长的一站 就是在到七百公里 那 以前你最长多长 最长的话就是到两百五 一下多了这么多 对对对 两百五到七百 对 这次的话就是所有的食物都要背在身上 还有你的求救讯号还有灯 就是所有的补给都要自己背 以前不是 会有大队的 是大会的工作车吗 以前也是只有在检查站才能拿得到那个Drop Bag 就是你的补给包 可是这次的话就是全部都要你自己要 拖在雪地上跑 为什么 就是大会就是给你这样的比赛 因为我们进入到的是一个到 预空流域 那有好几百万年最纯净的大自然 嗯哼 那在国外我们就把它 大家都把它称之为叫Mod Nature 就是大地之木的意思 嗯哼 对那我们就在里面进行从 呃 White House 加拿大白马市 然后一直横跃到Dowson City 那初中有七百公里的距离 那Jack London Jack London 有一本书叫做 是那个野性的呼唤 是 对那我们比赛路线就是那个雪橇犬行进的路线 哦 对对对 所以你说按照书中的 对 雪橇犬的路线 对 不过雪橇犬是从加拿大白马市 一路拉雪橇到阿拉斯加 那是一千两百公里 这样 你们是拉着自己的那个包 对对对对 然后七百公里 可是是用 用跑的吧 用跑的 还是用走的 跑跟走 是随便你吗 对 但是你必须要在312小时之内完成这个比赛 所以跑的站比大概多少 总共有十个检查站 那每个检查站的话它只会提供你热水 就只有这样子而已 那在最长的两个检查站是106公里 以及最后一个检查站到的终点是160公里 这两站是最难撑的 是 对对对 所以总共有多少人 嗯 呃 参加 多少人完成 他有分三个组别 第一个是Mountain Bike 就是山地越野的脚踏车 然后第二个是叫做Cross Country Ski 就是越野滑雪 第三个就是Ford 就是跑步组 徒步跑步 那我们这一组是最多人的 那他说的组别又有分 可是你也会那个 你会不会那个 Cross Country 越野滑雪 也会 你也会嘛 但你没有参加过 呃我们之前是2008年和杨丽舟导演一起来的 那个是用学校 用学校来横跃 是 对对对对 所以你们这一组人最多 我参加的是 我参加的是 对对对对 但是他有分的是 就是马拉松组100Mile 200 还有100Mile 300Mile 跟430Mile 那Mile就是英里 所以我们换算成公里 就是1英里 就等于是1.6 是 多多多多多 然后多少公里 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算700 那700他每年只会挑选 大概30位选手 对 所以你那一组就有30位 对 跑完的呢 6位 对 嗨 嗨 呃 还是有第一名吗 呃有第一名是 芬兰级的选手 芬兰的 对他用7天 来完成这个比赛 那我用10天 15个小时 12分钟 诶 好我来问一个比较蠢的问题 就是说 因为每个选手要花的 时间不总嘛 对不对 所以大会他们也要在那边等吗 呃 我的意思说他怎么知道 呃 我们身上有一个spot 所以他知道你跑到哪儿了 对 以及你到底有要继续或者退出 对对对我们就是有一个卫星的定位 然后他第一个 他他会一个小时可以发送两个波 上到卫星 所以大会要知道我们在哪里 就是上网去搜寻 就打我们的卫星的序号 会不会有人失去联络 呃也会有 像是电池如果没电的话 你要换掉一拔起来的时候 那个序号就啪就不见了 就暂时不见 对啊如果 我说是永久 永久的话也有可能 以前有发现过这种吗 嗯 有选手的 有意外或不幸 有就洞上比较多 就洞上 Frostby 洞上比较多 所以 所以耶伯这个中间到底 你是在什么样的 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机会看到照片或影片 是 所以通常是在什么样的 地形上 嗯 呃 是比较 这次这次画就是平坦 还是比较 有坡度的 呃 他是比较soft的学 然后这次画就是在有裂开的冰河 然后以及有在一些爬到一千两百公尺的高山 那雪都是软的 软的 对 对那有时候会在Trail 就是森林的山径 然后我们做 可是也都没有土嘛 都还是被冰雪覆盖 对全部都没有土 都没有土 对那边年终不化 几乎全部都是雪 那 对 要穿什么样的装备 嗯 我们这次比赛装备都是用 只有穿三层 那这个比较特别是 穿三层 对三层的衣服 三层裤子 三层袜子 三层鞋子 呃 鞋子一双 对 对对那比较特别是要套 呃 Ice shoes 因为我们要横跃一些 呃 冰河 是 湿的就对了 对我们跑鞋外面还要再套一个更大双的鞋子 就是只要横跃 你看嘛我就猜有两层鞋子 对对对对 嘿 就是要横跃 半夜可能两三点 你要横跃一些冰河的时候 如果它破掉 你要套那个over shoes 才有办法横跃过去 横跃的意思是 其实它的水深不深 啊 水深可能 是可以踩踩下去就对了 呃 有一些会到臀部 有一些到膝盖 啊你自己要去绕路 天啊 所以它会没有给你规则 就是你看一个mark 然后跟着这个路走 如果你遇到 你没办法横跃地形 就自己想办法去绕路过去 那你不怕迷路吗 譬如你如果要绕的时候 对你要怎么再抵达下一个点 我都会先估好大概的方向 所以可能是用经验去判断 你又没有去过 之前的比赛就是大概类似 像是那个南非的卡拉哈里沙漠 或者是南极洲 都有类似大概的经验 是要用罗盘吗 还是用什么方法来 用那个Compost 指南针 指南针 对 先做定位好 还有地图 然后你再往下一个方向 我刚才听到一个很奇特的数据 就是半夜两三点 还有横月冰河 嘿 所以你们这次没有 时间 嗯 规定的 呃 比如几点出发 几点睡觉 对你就是在312小时内 所以你自己决定 对你要休息或不休息 对 以及休息多久 对 那请问彦博怎么决定 这个 这个 how to manage 你知道啊 这个事情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吧 呃 是个压力 对 体力精神 你又想多跑 可是又要维持体力嘛 嗯 要补充 嗯 其实 他其实在100米跟300米 还有设一个timeline 就是没有到100米的站 你就会被弃圈 三天 五天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一天一定要 你要push 60公里 如果你今天没有 基本是60 对 如果你今天没有到60公里 你就是一定会有气泉的危险 了解 所以我每天都要赶这个时间压力 所以都会用到 一天有时候冲100 有时候就冲到70 那这样子60米 要大概花 有时候就 有时候就 12个小时 20个小时 要看地心 12到20 对 所以每天睡眠就只有睡 差不多两个小时这样子 每天睡两个小时 嘿 撑了10天 对 再补一次 哈哈哈 陈彦博先生 到底为什么要这么辛苦 我相信从你第一次 一直到现在第一次 七次还是有 对不对 外人会一直不断问你这个问题 嗯 现在会有比较明确的答案 因为快结束了嘛 是这个意思吗 说你要创下 就八战的记录 嗯 嗯 其实因为跟 一块圆梦 跟国外的比较长者的选手 他们教我比较多心灵层面的事 对 所以他们有告诉你他们的信念 对对对 一些face 那他们跟我讲说就是 参加这些比赛 他说 This is not young man's ball 他说这不是年轻的人运动 他们说就是即使你有再多的 energy 你有再多的 power 他们就说到后来还是在这里 哦 对 你要有很好的 mental 后来之后他们就讲说 像是你在比赛的时候 你一定会半夜会崩溃 或是想哭想家 或者是你会跟自己对话 或是责骂自己 然后或者是你想到一些 你可以去支持你的东西 那那个老先生他就跟我讲 他是这次 老先生多老 53岁 但是他是那个雪橇组的冠军 雪橇组的冠军 对 哦 然后他就讲了一句话 他就说不要忘记在比赛中 你发自内心的感觉 那是最真实的 那是什么 像是 发自内心的感觉 对像是 你在比赛的时候 你可能会想到是 会去支持你的东西 你相信 终点可能会给你的一些喜悦 或者是你相信 朋友 可能在检查站 你打个一通电话给朋友 给你的鼓励 也许他可以改变你所有的心情 他说那是最真实的 你有在检查站打电话 其实都没有 但是我有卫星电话 啊 你会 我有卫星电话 但你没有打 但我没有打 因为他只能用20分钟 20分钟很长了耶 就是 700公里10天只有20分钟 对 我配合 total是20分钟 对对 那也应该蛮贵的 对对 因为电池都会放在身上 你都没有打 你只有到最后终点才打 对 我就打给家人 就报平安 对对对 那时候有哭吗 是是是溃提 还是对方在哭 哈哈 一起哭 爸妈有在哭吧 有 对对对 你也哭了 哭得还稀里哗啦的 是是是是 对对对 是 所以这一次其实 参加这个加拿大700公里 浴空 无人区的这样一个 一个马拉松 好像我记得 是不是去年 你曾经有去借人家的冰柜啊 还是什么 在训练过程中 对 1月的时候 对今年1月 那 是什么 你借了什么样的冰柜 其实那时候是租了那个 那个卖场的一个冷冻柜 你就是大卖场的 冷冻柜 就外面的那种货柜 就直接租下来 那大家会讲说 你要让自己 适应在一个极端的环境 那你在里面干嘛 我在里面 我摆一个冰桶 然后放很多冰块 然后还有一些 它不是已经是个冰柜了吗 对 但是还要再更极端 还要再更冰 对对对 所以你有测温度吗 有 是几度 你把它制造成 30 零下 那事实上浴空几度 50几 最冷的一天 -50几就对了 对52 哦 对 嗯 所以就是在里面 跳那个冰桶 跳 对 冰桶 对 什么意思 就是我在 你放了一个桶子 对里面有水 像跳吗 这样跳过去 不是就是里面 里面有冰桶 我要跳到里面 然后让自己 稳住 你不是越过它 你是要进入它 对我进去里面 这样 对对对 你穿着 你赤身 我就穿着一件短裤而已 就是只穿了一件短裤 对 是我的身体 对对对 起来之后 因为发抖的状况 你要赶快去用那个 快速 其实会 你起来之后怎么样 就是在发抖的情况下 你要先练习 就是如何去生活 我们有那个快速的 所以你在货柜里生活 对 煮面 这个比赛都会用到 你用了多久 那个货柜 租了多久 租东西大概 不是 我说整个租的货柜多久 三天 才三天啊 因为那个电力就 很贵 对对对 还有一大堆的 了解 那其实坦白说 在这么低温的环境下 人体到底会怎么样 要不要跟大家描述一下 其实人体在 吃喝啦 睡这些方面 它到底人的 从内脏啊 到体表 到底会发生什么状况 其实 到后来 一开始你的体温37多 37.2 37.5 但是 人正常的 对 normal 你的核心温度 但是在一个 一个极端的环境之下 你的体温都会在 差不多35 34 在极端的环境之下 你体温是降低 所以你必须要 持续去移动 那边有一个大会的 一个工作人就跟我讲 他说绝对不要在半夜 在12点到4点的时候睡觉 那是最冷的 所以在那个情况 在那个时间 对你反而都不能睡觉 要持续一直往前 即使你在累再想睡 你都要继续往前 是反而白天可以睡 对白天你可以短暂睡个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那种感觉就像是 你开车就是 杜姑很想睡觉 所以你在台湾有先调整 就是昼夜颠倒的 其实 没有特意 没有特意 不过我在晚上的时候 带头灯出去训练 带 头灯 头灯去训练 去跑就对 对对对 是 可是到那时候其实跑 就像我说跑或走 已经可能差异不是那么大 对不对 重点是 你你你你还有没有 energy 对 就是你那可能基本的移动 嘿 或者是你的头脑是不是都已经会 头脑是不是也会发生变化 嗯 那你会 在体低温下 你会陷入一个极致的状态 你可能会突然freezing 就是突然 就是shut off 真的吗 你就突然就是关机 然后你就是很专注的在比赛当下 你什么都不管 可是这样有点meditation的状态 对可是你突然 又开启一个话题 跟自己开启话题的时候 你又开始一次对话 突然又停 然后又对话又停这样 哦 会间歇性的 对 暂停 对你要有时候要去控制你的大脑 意思说你不能让一直暂停 对不对 对 因为可能会 最后你不知道会怎样 会突然休克或者是 对对对 睡着 你可能会对外在环境的敏锐度变低 对因为很黑吧 尤其是半夜 对 半夜的时候就只有你的头灯照耀 那大概只有三到五公尺的光线 有没有野兽 我有遇到Wolf还有Wolf Ring 就是狼欢 狼 狼跟欢啊 对 他们在干嘛 对不起 我要问这个问题 他们在干嘛 你遇到他们的时候 他们那时候刚好是单独行动 所以还好 他们只能出来要去觅食 或是巡逻他们的地盘 那你不就是食物吗 对 不过一两只的野外的狼 大会的求生可能说是还好 但是如果是五六只以上成群的话 他们就会有攻击的行为 那你没有遇到 我只有遇到两只 不过还好他们只是在观察我而已 对 反正你就继续跑嘛 对但是有另外一个选手 有看到那个狼欢 就是让那种金刚狼爪子伸出来那种狼欢 对 后来之后他就是在我们的那个标记上 就是因为有选手在上面尿尿 所以那些狼欢就是在上面一直在闻 可是他走路的那个轨迹都很明显 而且他的爪子也是有在雪地上画出来 所以后来那个选手绕大概两公里的雪地 都才绕出去 绕开就对 对 那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有遇到雪狐 狐狐狸 狐狸但是白色的 他们在树后看我有两只 有妈妈带小孩这样 嗯哼 欸 这些可以拍照吗 我来得还不及 那个时候手拿的是雪站跟瑞士刀 拿着瑞士刀要干嘛 怕他们攻击就是要做防卫 但你不是已经在移动吗 没有那时候我在 你继续往前跑 遇到狐狸的时候我是在睡觉 遇到狼的时候我在移动 在移动 对对对 睡觉怎么睡 睡觉 睡觉其实很简单 就是要 可是像马一样这样就睡觉 其实也没有 睡觉的话你要到五分钟之内 然后你自己要寻找露宿地点 你自己决定 对 那你都找什么样的地点 就是 不是在风口的地区 也不是在下山的时候 好的扎营的地点就是在上坡的途中 或者是找前面雪橇雪有拉过的痕跡 让他们有睡觉的地方 那你就在五分钟之内 赶快把你的装备卸好 然后睡袋打开套一个防风罩 跟去睡而已 就这样而已 就是还是只有睡袋就对了 对 会冷吗 非常 因为你要把衣服脱了吗 还是不用 要 要把衣服脱掉 要脱了去进睡袋 对 为什么 为什么不能直接就穿着睡 对 这也是大家的疑问 然后也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就是 因为如果你穿着太暖 又穿着所有的外套进去睡觉 那你睡觉的时候 你的体感温度会降低 比平常的时候还要低 所以当你早上可能睡两个小时起来的时候 你就要继续移动的过程中 你就已经 你已经穿着厚外套 你也不感觉 还觉得冷 所以一定要能够有在家的衣服就对了 对对对 可是这个中间 进出睡袋一定有 冷的时候啊 所以要 对一定要有那个身体 对不对 暴露在零下30度到50度 所以要很快速 就是你进去跟起来 但那时候其实动作又不容易快速 对对 所以你要先捏自己大腿 或是打几巴掌 自己几巴掌 真的是辛苦啊 我真的很佩服你耶 没有没有 很崇拜你耶 是是是 干嘛我真的很崇拜他呀 陈彦博先生 是是是 然后 所以 其实在国外有交到朋友吗 很多 蛮多的 那会联络吗 都会 还是以后就大家生死量 忙忙的 没有没有 还有来台湾找我们玩 真的 对对一个法国选手 是 对对对 现在经济情况怎么样 这是最后一个问题 还可以 能够去support我现在的比赛 就是说每一次每一次的竞赛 你都要单独再去募资 对每年的年末跟年初的时候 就是你出去卖校的时刻 是吗 是 但现在有比以前更容易还是 比以前的环境是好 比以前的环境跟现况还要好 就是大家会知道我是谁 或是看我的东西 但是至于知不知其就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我还是知名度有比较 陈先生你是怎样 会休息一年 休息一年 休息一年 你先完成这个第一 人生第一大梦 就是巴战 对 超马 国际极力超马 对 这是一个国际的一个 对 一个package 对对对 后面就是你自己发明的吧 后面的话会跟其他国家的选手 一起去做adventure 做冒险 好吧 我不知道说什么 我们还是鼓鼓掌好了 是 据说彦博今年也在写书嘛 对不对 希望当你真的把你的第二本书写出来之后 再上我们节目 好没有问题 谢谢我们的陈彦博 超马好手 谢谢大家 谢谢